阿摩斯瓦勒 今天是11月14號 然後現在是晚上的10點50分 我現在在台北 那是因為今天下午 要來台北面試多藝的志工 然後其實是5點多就結束了 那我還是想要留在台北 然後因為我想要去住一下 那個膠囊旅館 可是原本的膠囊旅館 那個客滿了 所以之後我就要去訂了一家叫做 太空艙的旅舍 然後我現在在前往他的路上 晚上的10點多 然後等一下要過去訂房了 不是訂房就是要去入住的 要去入住了 好等一下見吧 然後再次走 我到了,我到了 我到了,我走了 好,我現在開始找我的房間了,我的房間在1105 它這邊一樣都是要用B卡的方式才能進入到每一個太空艙裡面 所以我現在找1105 然後地板都有顯示它的號碼 好,現在要進入了 現在是晚上的11點15分 然後我剛到這個太空艙裡面 然後現在我先沒有要洗澡 要先去認識一下這邊太空艙到底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這邊就是交易廳,你可以看到裡面都很像一個太空艙 可是超級無敵多人的 也沒有超級多人啊,就是很多人 可是剛才有聽到有韓國人在這邊 所以這邊你可以遇到蠻多外國人的 然後也有中國人的樣子,也有中國的口音 好,這邊是網路區,然後現在我要進入到我們男生洗澡的地方囉 那女生是不可以進來的 那一樣每一個進入太空艙我們都需要1B卡 這邊有看到嗎 洗澡、吹頭髮還有洗衣服的地方 然後這邊就是淋浴間的部分 還蠻大的 然後這邊應該是泡咖啡的地方吧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酒瓶 然後有冰箱 可以冰旅客自己的東西 然後有微波爐 然後也有烤爐 然後也有什麼類 也有這個咖啡機 可是他說 是早上7點到晚上6點才可以使用 所以現在不可以使用 因為現在已經晚上11點半了 那這邊就是自己可以煮東西的地方 也可以自己泡咖啡的地方 跟大家介紹完太空艙我就要去洗澡了 然後因為等一下房間裡 因為這邊是公宿區 所以會跟其他人一起住 所以進去的話我沒辦法太大聲的講話 但是你一進去你就可以看到我的房 我的不是算房間 就是我的床位在低 然後它是在下鋪 那我們現在就B卡 好怕 其實很有趣 哇 很久不適的 我要去火車 是小火車 我洗完澡了 然後突然發覺肚子有點餓 所以我想出去買個東西吃 從這個青年旅社出來 右轉 不是左轉 左轉就有一家小七可以去買東西了 欸小七會打羊耶 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 這一家的7-11自然會打羊 這家的7-11自然會打羊耶 到底要選哪一個呢 剛才其實在交易廳有蠻多韓國人的 所以我選一個 我選 新拉麵好了 我選一個新拉麵來吃好了 新拉麵來吃好了 我選一個小風格 那個金魚 我選一個小風格 不要太豈不是 我選一個小風格 那麵類似的 兩個蠻多餘 現在時間是凌晨的1點半 然後還要睡覺了 晚安囉 接著講啦 掰掰 現在是11月15號的早上7點 所以35分 然後我準備要去 要離開這個青年旅館 不算青年旅館 就是太空艙旅舍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做這樣的體驗 其實還不錯 所以還蠻推薦大家去體驗這項活動的 那下一次的目標就是要去住膠囊旅館 因為這一次被訂滿了 所以就沒有去住膠囊旅館 所以來住這個跟大家一起住的這個旅舍 那我現在就要去check out 然後我要去前往北側去做鋼鐵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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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結束啦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